我感觉接下来要说这把火 很缠 很贪 不是 你这结论是咋得出来的呢 昨天啊 我看着凉场火 一把呢是12号夜里11点多 在江苏扬州 火把一处鸡棚给点着了 还有一把在四川 货车失火 把一车柑橘给点着了 你要这么说 还真是 但是这个火咋起来的呢 来看 现场浓烟滚滚 大约50平方米的木质鸡棚 已经被烈火包围 并且还在不断往外蔓延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队员经过20多分钟的 奋力铺就 两个棚子的明火 基本被扑灭 大火中 鸡棚内20多只鸡仔 和30多只鸭子被烤熟 隔壁棚子内摆放的 几台农业机器也遭了殃 目前消防部门正在调查 具体起火原因 和财产损失情况 被大火烤熟的 还有下面的移车柑橘 10号下午2点 四川达州 往八中平昌方向的 G5012高速 卫星枢纽段 发生一起车辆自然火灾 起火的是一辆货车 装载大量干局 消防救援人员 将过火橘子搬出 最大程度减少车主的经济损失 车主表示 此次火灾 疑似因为车辆温度过高 导致刹车片故障 尾部发生爆胎起火 这次火灾译 知道了 我贾到 我贾到 火灾译 我贾到 火灾译